台北股市最近表现真的非常的不理想 缺乏人气 今天再度下跌将近200点 一连9个交易日都是走跌的 8月以来狂泻了将近有千点 小股民都想问 台股到底要跌到何时呢 专家说只要融资续减 指数不再破底就有机会反弹 整片残虑台股17号依旧杀声隆隆 已经是连续第9个交易日下挫 累计狂泻了近千点 指数一开盘小跌还一度翻红 但无奈市场信心不足 卖压源源不绝 中场大跌197点 杀到16661点 成交量2955亿元 创下近5个月来新低 台子期的月结算 有可能是短期的反转点 不要单单的就这个所谓的 大盘的绝对点位去看 应该反过来说 是看筹码有没有稳定 筹码有没有开始 做一个所谓的多空转换 虽然台股下挡不见支撑 暂时也没有止跌讯号 不过专家指出 融资已经开始瘦身 只要接下来融资续减 指数不再破底 就有机会逐底反弹 想要减便宜的投资人 可以瞄准第四季展望家 而且股价位置 相对低档的族群 开始分批进场布局 半导体的这个缺货 基本上应该会旺到2022到2023 所以说半导体的概念 我认为说是可以来做切入 那第二个就是说在钢铁的部分也是 那基础建设一直在这个所谓的扩大进行 而近期美系外资 看坏记忆体族群大侃目标价 也让大厂董作们纷纷清上火线 跳出来打脸外资 要安股民的心 去年董作潘建成就说 明年Netflix成长性人相当看好 望宏董事长吴敏球更是重炮抨击 虽然记忆体大厂近期都对 接下来景气释出乐观看法 只是台股短线缺乏人气 投资人操作之前 还是要多多听看听 东森财经新闻叶子金杨超纯 台北报导